三个过来人告诉你,人老了,如果老伴先走一步,最聪明的活法,千万拒绝这三件事,否则晚景凄凉,在人生这条单行线的旅途中,如果有人可以陪你走完全程,你更应该感激,夫妻老来伴,是一种福分,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白头到老,有的伴侣因为病痛,或者因为天灾人祸,而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,老伴走了,家变得空荡荡, 可是不管有多悲伤,多么疼痛,时间不会为了某个人而停留,已经去世的人也不会再活过来,老伴去世了,只能一边自我疗伤,一边好好将自己的生活过好,老王有这样三位朋友,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老年朋友,若老伴先走一步,一定要做到这几个拒绝,这样的晚年就会活得很体面,做到了晚年舒畅又顺心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 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拒绝长时间沉浸在过度悲伤中,不能自拔,当携手走过大半生的伴侣提前离去,独自留下的老人,即使是有儿女的陪伴,内心的那份空缺也再难以填补回来,那是独属于伴侣的空间,是让自己留恋缅怀。 67岁的李女士说,我64岁时,丈夫走了,每当回想起老伴刚走的时光,我到现在还是难以接受,那段日子,我真的像行尸走肉一样,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,好多次我都想要,不然我就跟随他去了吧。 一个人真的不想活了,常常一泪洗面,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经常整晚整晚的睡不着,看着宽宽的双人床上,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,心中难免难受,但是每次看着两人以前的合照,笑得那么高兴灿烂,就总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坚持一下,老伴也不希望我一直这样活着。 就算再难过,那又能怎样呢?眼泪也换不回她的命,那又何必继续难过呢?把日子过好,让另一个世界的她放心,这才是应该做的。 李女士终于想通了,生死离别是人世间最令人伤感的事情,但是逝者已逝,生者如斯,不管过去的时光多么幸福,过去的回忆多么甜蜜,都不能让自己一直沉浸在过去之中,而忽略了眼下的美好和未来的希望,学会多往前看。 活好当下既是对自己的交代,也让已逝的老伴安心,老伴离开了,首先保持冷静,自己安慰自己,好好保重身体。 头脑清醒不受影响,悲伤至于慢慢调节自己的心态,重拾自信自强的生活,拒绝过度依靠儿女过余生,人老了,老伴先走了,最亲近的人就是儿女,很多单身的父母会想跟随某个子女居住在一起生活,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晚年, 然而现如今年轻人更喜欢各自居住,不愿意跟老年人居住在一起,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不同,还有两代人的消费观,以及教育孩子的理念不一样。 有些老人在老伴走后,恨不得儿女能够一天24小时陪伴在自己身边,再不济也该把自己接过去,好好的陪伴一阵子,这才是儿女该尽的孝心。 可是老人却忘记了,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家,还有很多我们老人看不到的压力,若专注地陪伴了父母,就没有办法打拼人生。 六十五岁的好阿姨说,老伴走了,我在女儿家居住多年后,如今重新回到自己家里独居。 开始时我认为,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彼此相互付出,我养你小,你陪我到老是顺其自然的事。 然而,当我在女儿家努力奉献自己的一切后,换来的不是彼此的善待,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是越来越重的嫌弃。 我和老伴都是退休人员,那时我没有想过剩下自己一个人该如何活,觉得夫妻间必会携手到老。 谁知一场疾病,老伴就撒手人寰,丢下我一个人走了,那时女儿刚生下外孙女婿把我接回去,说让我以后就跟随他们一起居住养老,当时还非常感激女儿女婿对我的开导和劝说。 看到外孙子的时候,我就把她当成是老伴的转世投胎,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她,照顾外孙子成长,在女儿家帮忙做家务活。 最初的时候,女儿女婿每月还给我些钱,用于全家的生活费,后来就直接说,因为我手里每月有退休工资,也就不再付生活费了,随着外孙子一天天地成长。 我的退休工资根本不够一家四口人花,两代人在一起生活,难免就会有看不惯的事情,偶尔我会忍不住说女儿不会过日子,他们网上购物的快递天天有。 不知道存钱备用,再就是对外孙的教育方面,女儿女婿是顺其自然地让孩子发展,而我觉得小孩子就要从小立规矩,有些事情就要从小抓起,时间久了,我和女儿女婿之间就有了隔阂,他们说话就不那么客气尊重了, 我也就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在女儿家的生活,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回家独居养老,当我跟女儿女婿提出回老家的时候,虽然他们嘴巴说舍不得,但眼神上却是明显的快乐和解脱,似乎我跟随着他们居住,养老对于他们是一份负担。 从前是外孙子小需要帮助,现在他们自己能够忙得过来,我在跟着他们就是多余了,回到自己家里,刚开始我感觉是清闲的孤寂,虽然日子不忙碌了,生活也简单了, 但我的内心却空空如也,不知所措,没有了感情的寄托,失去了很多乐趣,过了一段时间,我学会了安静地享受独处,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。 每天过得很充实的,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,这种有自由的优雅的养老生活,原来正是自己内心深处多年来苦苦追寻,渴望而不可求的生活境界。 郝阿姨在老伴走后,最终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养老生活,拒绝轻易地再找搭伙或者再婚,老伴有言道,半路夫妻都是贼,这话虽然不全对也不全错,因为半路结伴而行的老人,更多的是各自几十年改不掉的习惯和观念,死心谁都有。 毕竟谁也不会为了迁就对方,而改变几十年的性格,很难携手真心地走完剩下的人生路人老了。 老伴走了,老人内心或多或少,都会对孤独和未来感觉恐惧和迷茫,想找个聊的懒,在一起相互帮扶的伴是没有问题的,然而老年再婚有风险,老年搭伙有繁琐的牵绊,想要再找个知冷知热的温暖,陪伴实在是太难了,一个不小心或者选错人将是余生的一场浩劫。 62岁的方阿姨说经历过两段婚姻,我前老伴在我53岁那年因病去世了,三年后我又和后老伴结婚了,但仅仅过去了一年,我就和她离婚了,想起和后老伴的那段婚姻,至今我心里都很痛苦,也很愤怒,今天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大家,给想要再婚的姐妹们提个醒,50岁那年我退休了,老伴就因病去世了,老伴走后,我一度沉浸在悲痛当中, 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走出来,儿子见我太消沉,所以就想把我接到他身边生活,但我没有同意,因为我不想给儿子添麻烦,儿子见劝不动我,就想帮我抱一个老年旅游团,让我出去散散心,我很感激儿子的好意,可我不想太麻烦儿子,于是就自己抱了一个培训班,专门学习舞蹈和诗歌朗诵,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后老伴老刘。 一开始的时候,我们俩顶多算是熟悉,真正拉近两人关系的是,有一次,我下楼梯的时候,不小心崴了脚,当屎脚就肿了起来,根本走不了路,老刘看见后,立马扶着我去了医院,然后又很贴心地把我送回了家,那几天,我因为走不了路,所以就没去培训班,而他每天都会过来照顾我,帮我做饭,帮我打扫卫生,就这样,我和他走到了一起,大概过了两个月,老刘向我求了婚,他说他喜欢我, 希望和我一起过日子,两个人相互依靠,相互温暖,听了他的话后,我回去和儿子商量一下。 儿子得知这件事后并没有反对,但他却说要双方家人见见面,看看老刘一家人怎么样,我把儿子的想法告诉老刘,老刘很爽快地就答应了,当天晚上两家人就坐在了一起吃饭,散席后,儿子劝我再观察观察,说不着急那么快在一起,两个人结婚并不是一件小事。 可我当时对于儿子的话却没有听进去,我觉得老刘人挺好的,没必要再观察了,于是几天后,我和老刘领证了,然后搬到了老刘的家里生活,虽然说家务活都是我在做,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,毕竟家务活比较少。 而且以前和前老伴在一起的时候,家务也是我做的,真正让两人开始出现矛盾,是有一次三个老姐妹邀请我一起去旅游,我和他们三个是几十年的感情,自然是一口就答应了,可老刘对此却很不满,他说我要是出去旅游了,家里的家务就没人做了。 我有些不满,家务活难道他就不能做了吗?凭什么就让我一个人做呢?最终,我不顾老刘的阻拦,执意和老姐妹们一起去旅游了,我们大概在外面玩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。 回来后老刘对我的态度就变得有些冷淡了,我没在意,只当他还在为我出去旅游而赌气呢,过了三个月后,老刘的儿媳生下了二胎,他们一家人就想让我帮忙伺候月子,我心里原本是不情愿的,但转念一想,最多就是辛苦一个月,因为这点是闹矛盾没必要,于是我就答应了,可万万没想到。 等老刘儿媳的身体恢复了后,我想离开,他们还不让我离开了,说是要让我帮他们带孩子,我自然不愿意,我自己亲生儿子的孩子,我都没帮忙带过,凭什么帮他们带啊? 结果老刘说,既然你嫁过来了,自然要帮我们分担压力,要不然我娶你回来干嘛,听了老刘的话,我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,我万万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,婚前婚后差别实在是太大了,可我依然坚持不去带孩子,我来这里可不是当保护人家。 要是来当保姆的话,我还不如一个人生活呢? 而他看见我不同意后,就直接对我恶语相向,说我要是不帮他带孙子的话,立马滚出他家,他的话刺痛了我的心,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家待下去了,于是果断收拾好行李,搬回了自己家,接着第二天,我就跟他去办理了离婚手续,方阿姨的再婚经历表明,老年人再婚注定是复杂的一件事,一定要慎重。 所以一些活得通透明白的老人,在失去老伴后,若能够自己独处,或者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做,大多数都只选择做互助的伙伴,而不会搬到一起居住或者再婚。 一些老人的现实要求让我们震撼,他们再婚不是为了找一个互帮互助的老伴,而是想再找一个跟原配一样,没有自我的免费保姆,而有些老人以再找老伴为托词,只为给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。 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,我们无法选择,也逃避不了,如果你觉得有趣,我们无法选择,也逃避不了,那就安心地接纳就好。 人老了,如果老伴先走了,活着的老人应拒绝轻易做以上这三件事,才能让自己的余生过得自在自主,又舒服舒心,不要轻易再找老伴,毕竟几十年的习惯,不会因为所谓的老来伴而改变,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依赖在儿女身上,运用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的能力,让自己独立在风营起来。 不要过度沉浸在失去老伴的悲伤里,学会放下,也要学会多爱自己,让自己坦然又淡然地享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。 人啊,一半清醒,一半糊涂,事事无常,未来还能活多少年。 没有人说得清,但是你活一天,就要像模像样,别苟延残喘,学会自己把握未来,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,也不被人欺骗,晚年生活才会好一点。 也,司马光说过,小是不糊涂之未能,大是不糊涂之未才。 何去何从,看清楚,想明白,靠自己。